然后我发一步问一下 不对了 这个车不对了 老人要停下来看了一下 我看下来报猜了 我看到前面一辆车子 然后认为它是在行驶 可能就要慢一点 因为它没有警示灯 也没有警示标志 然后当我看清 它是停在那里 不动的车子的时候 我就踩煞车 来不及了 属于小银客车的 我必须用来夹货的 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找到 一个其中的原因